大家好,欢迎来到Highline名人堂 17-18赛季总决赛第一场最后时刻 骑士106-107落后一分 但握有最后一攻球权 Hill急紧的切入要到了犯规 走上罚球线,第一罚稳稳命中 时间只剩4.7秒 如果他二罚继续命中 骑士将反超比分 很可能在宇宙勇的主场先升夺人 但第二罚,Hill手软了 球科篮筐前沿崩出 此时在乱军丛中 骑士后卫JR Smith伸出长臂 抢下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篮板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他要顺势完成二次进攻之时 他就莫名其妙地带球往外线奔去 逐渐远离篮筐并无进攻打算 时间一秒秒过去 LeBron急切地指着篮筐的方向 示意JR 你出手啊 此时JR才幡然醒悟 但所剩无几的时间 已不够骑士组织起有效进攻了 他们错过了绝杀的机会 最终在延长赛不敌勇士 输掉了首战 一周之后 他们被勇士干净利落地 完成横扫无缘总冠军 茫然无措的JR和交集的LeBron 也成为了那一年总决赛的名场面 甚至到今天 当我们聊起2018年总决赛时 最先想到的都是这个场景 完全摸不清头脑的JR 自然成为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无数球迷调侃他 上帝把智慧撒向人间 唯独JR撑起了伞 然而 这种无脑行为恰恰是他的特色 身为史上最大神经刀的JR 无论是场上还是场下 都时常在天使和魔鬼之间切换 让人对他爱极又恨极 那么 JR天使在何处 又魔鬼在何处呢 从全迷夜店的更衣室独流 到极品带刀侍卫 他又是如何浪次回头的呢 今天 让我们走进JR的篮球人生 1985年9月 出生在纽泽西州 费力和自治室的JR 在高中时期 就已经是知名度响彻全美的球星 不过 虽然他的篮球天赋惊人 但他的性格也实在过于放荡不羁 早在他15岁时 他就给右臂纹上了一个 Carter灌篮的纹身 热爱篮球的他 偏偏有着魂不吝的性格 这让几乎所有他的教练都感到头疼 高中毕业后 他得到了北卡的垂青 但并没有选择进入大学深造 而是作为一名高中生 进入了NBA 并在2004年选球大会 在首轮第18顺位 被黄蜂选中 然而 初智联盟的他 仍然保持我行我素的态度 不把球队和教练放在眼里 他在高中时期 习惯了众星捧月 但来到黄蜂后 Biron Scott教练给他的定位 居然只是角色球员 这让他很不爽 同时 他只愿意进攻 不愿意防守的赛场习惯 也让Scott教练非常恼怒 经历了一年多的磨合 JR和球队的关系 不仅未有好转 反而越发紧张 他在菜鸟赛季 大多时候担任主力 生涯第二年的前25场比赛 也打了24场首发 但从2006年1月起 他的主力位置被剥夺 本就拥有刺头属性的他 和历来不善于 执教年轻人的Scott 碰撞在一起 二者之间的矛盾欲演欲猎 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事情 事已至此 JR干脆破罐子破摔 公开抱怨自己和教练之间缺少交流 指责教练太过自大 并希望球队尽快交易走自己 于是在2006年夏天 他被送至公牛 五天后立马被转送至金块 虽然来到丹佛 但他的性格没有丝毫收敛 仍然防守稀松 态度恶劣 尽快出棋 他无法融入球队 琢磨不透自己的定位 但他不从自身找原因 反倒认为是主教练忽设了他的天赋 您应该能够想象 签胜教头George Carl 对这个家伙会有多不耐烦 事实上 JR和Carl的关系非常不好 他将Carl视作自己 为打出名头的最大敌人 因此他时常在不适合出手三分的时候 乱丢一些莫名其妙的三分 他的理论是 反正每场比赛都是上场20多分钟 然后被换下 所以我只需要管好自己的投篮就可以了 Carl虽时常暴跳如雷 但偏偏无法轻易将JR给DNP了 因为JR作为一把极具进攻天赋的神经刀 虽然坑的时候确实坑 但神的时候也确实神 金块的五个赛季 他以替补为主 没有一个赛季的场均上场时间 在28分钟以上 但这五个赛季 他的场均得分偏偏全都上双 最高一季甚至达到15.4分 2009年4月13日 对国王 他全场标进11季三分 怒砍生涯最高的45分 而且还是作为一名替补做到的 2010年12月16日 对马刺 JR完成了一季 对Neo的滑翔隔扣 引起全场沸腾 就连见惯大场面的Anthony 也都看傻了 连连点头 一周后又是对马刺 JR又在万年背景版Duncan面前 来了计360度滑翔上篮 当他打出这些名场面的时候 丹佛球迷会爱死他的 但想一想他的那些无脑行为 球迷又会恨死他的 06-07赛季出至金块 新赛季刚过一个多月 他就卷入了金块和尼克的场上纠纷 因为打架被禁赛失场 07-08赛季出 他被金块队内禁赛了三场 原因竟然是 他在担服一家夜店 对一名女士有不礼貌的行为 包括主帅Carl 两位大哥Iverson和Anthony 在内的几乎所有人 都无法押住JR 让JR改邪归正 然而他并不是完全无药可救 08-09赛季 Billups和Iverson互换东奖 他的到来让JR人生第一次 有了改过自新的念头 Billups教导小老弟们 哪怕是季前赛训练赛 这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比赛 也要正确对待 夏天的长假和日常的饮食 尤其要注意 他还语重心长地教导JR 如果投不进球 不要不讲理单干 要多跑位 找轻松上篮或快攻的机会 还要多传球 当赛季JR的场军助攻 创造生涯新高 在Billups的教导之下 JR的形象从街头不及青年 摇身变为一身 西服西裤的精英人士 金块高管笑着表示 自出生以来 JR和Anthony正经着装的时刻 加一起 也没本赛季多 这都是Chancey的功劳 事实证明 一个优秀冷静的指挥官 能让JR变得更好 他也在当赛季 随金块杀入西区决赛 这支球队上次打入西区决赛 还是24年前 2010年夏天 NBA进入封馆 不甘计目的JR 前往大洋彼岸的CBA浙江队打球 在这里 他曾单场甩入14级三分 狂砍60分 2012年2月 他回到NBA 与尼克签约 在纽约 JR似乎是转了性子 虽然他身上仍带着独流的标签 但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的时刻 却越来越多 似乎是终于接受了第六人定位 2012年12月6日 客栈山猫 尼克大当家Anthony 在最后时刻受伤离场 JR接过进攻大旗 在最后3.4秒 以一个漂移后撤步投篮 压哨绝杀的比赛 12月26日 对太阳 身体失去平衡的他 再一次投入一记压哨绝杀 而这场留给他的时间 仅有1.0秒 12到13赛季 他的场均18.1分和5.3篮板 全是生涯新高 他个人拿到了年度第六人 还帮尼克时隔13年 重新打入了东区次轮 一般认为尼克时期是JR的巅峰期 当赛季则是巅峰中的巅峰 而这个赛季 他的身边有生涯最后一年的老Kid 还是那句话 一个优秀冷静的指挥官 能让他变得更好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前面提到过 JR的篮球天赋很高 他的弹跳高度 弹速 滞空等能力都是顶级 第一步爆发力也不差 由于运控球基本功不扎实 节奏感不强 所以三分虽然是他的主要武器之一 但他的出手风格 远远不同于Kid这样的 无球跑动射手 他能依靠大幅度变相 背转身和后撤步 凭借身体的协调性和爆发力 进行极致出手 当然 这种出手很多时候就显得极不合理 前面的两次绝杀 都是接球强行突破后 没了进攻空档 选择强行出手 他的突破和篮下终结能力也不错 但因为运控球和节奏感差 所以失误率显得特别高 此外 他的防守态度和个人性格 始终都是制约他进步的重要因素 因此 JR的定位应该是一个需要一定球权 进攻能力高于防守能力 得分高效 但不稳定的得分手 是出色的三分手 也有关键球能力 但需要一个大局关强 有领导力的领袖引领着他 一个球队如果有了他这样投篮选择差 但得分爆炸力不俗的家伙 就必须有一个比赛掌控者 他能在09年和13年打出巅峰表现 Bloops和Kid都有很大功劳 甚至11-12赛季临来风时期 他也打得不错 但一旦没有掌控者 那就 所以尼克后期 没有了Kid 没有了林舒豪 JR的刺头属性 重新被激发 他在场上乱打 在场下吸毒 还在对独行侠的比赛时 尝试捡Marian的鞋带 因此被罚了5万美金 眼看他即将堕入深渊 骑士却及时站出 拉了他一把 骑士经理David Griffin 和当家球星LeBron会掩饰猪 知道JR这把神经刀 虽然用不好会坑死自己人 但一旦用好了 就将砍死对手 于是骑士和尼克雷霆 做出三方大交易 最终将JR带回了克里夫兰 在这里 JR将成为LeBron身边的 首席带刀侍卫 并焕发新生 5年骑士生涯 JR四进总决赛 并在15-16赛季 随队完成了NBA总决赛史上 最大逆转 在1比3落后的情况下 连胜三盘翻盘73胜勇士 赢得总冠军 在这里 他诞生了无数名场面 14-15赛季 次轮对公牛的第四场 1比2落后的骑士 三节战霸仍然落后 JR在末节战了出来 连中4球独得11分 帮骑士续上了火力 保证他们不被拉开比分 LeBron最后1.5秒 完成压哨绝杀后 JR第一时间就冲向了LeBron 撞奸庆祝 当赛季在Love和Irvin相继受伤后 JR成为了LeBron身边 最可靠的帮手 在总决赛 用一颗颗三分球 对标浪华兄弟 15-16赛季 他以204G三分 打破了骑士队史 单赛季三分命中数记录 更难得的是 他在防守端一扫之前 慵懒的态度 用全新的态度 提升了防守压迫性 总决赛 他不仅在进攻端贡献火力 成为了队内的第三得分手 防守端也对Klay等队位人 进行了有效限制 骑士时期 JR共打了16轮系列赛 其中10个系列赛的三分命中率 在4成以上 6个系列赛的场均三分命中数 在3个以上 17年总决赛虽然败北 但JR用58.1%的三分命中率 每场甩进了足足3.6G三分 这两项数据都是队内第一 18年的东区次伦 他的系列赛三分命中率 更是高达恐怖的76.9% 毫无疑问 他在骑士进化成了 真正的顶级投手 时至今日 他季后赛的294G三分 仍然排在历史第十 高于Kobe,Kover,Liller等人 JR能在克里夫兰 这个小地方焕发新生 一来是因为骑士队内 氛围和谐 二来LeBron作为全能指挥官 承担了新年Billops和Kid的职责 既让JR不上头乱打 又时常鼓励JR 对其表示信任 然而 因为影片开头提到的 那个名场面 骑士输球的锅 全让JR一人背了 赛后Lew教练表示 他当时以为比赛结束了 以为我们领先一分 但JR自己却表示 我知道当时打平 我本以为我们会叫一个暂停 我当时想把球运出来 获得一个出手的机会 有无数球迷指责JR心不在焉 犯了愚蠢的失误 无论JR突然断电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JR的问题 都不是当场最大的 从单场比赛来看 他能抢下那个前场篮板 已经是大功一件了 他自己拼到了机会 然后浪费掉 可以说是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如果没有他 骑士连一次球权都不会有 非要怪的话 为什么不去怪罚丢关键罚球的Hill呢 为什么不去怪得到球权后 手握暂停却没叫的Lew呢 另外 JR失误的结果只是两队打延长赛 而不是骑士输球 为什么骑士全员不能化愤怒为力量 在延长赛齐心合力赢球呢 LeBron那一场的表现确实天神下凡 但不可忽视的是 他在延长赛四头零重 而从系列赛整体来看 纵然JR没有犯傻 打成二次进攻完成绝杀 以18年勇士的强悍 骑士大概率还是要连输四场 无缘冠军 换言之 JR的一次失误对大局的影响并不大 他犯了傻当然该骂 但因为一件事就将他以往的汗马功劳 遗忘的一干二净 未免有些过分苛责了 2018年夏天 LeBron离队 失去了领袖的JR 在18到19赛季 仅出战11场后 就宣布不再为骑士出战比赛 直到次年7月被踩掉 2020年7月 无人宣布和JR签约制赛季结束 代道世卫终究还是去洛杉矶 和他的国王重聚了 虽然JR已经不负骑士时期的实力 例行赛加季后赛 总共只出战16场 得37分 但他还是幸运的随胡人 拿到了个人第二枚总冠军戒指 随后他就离开了联盟 于2021年前往大学进修学习 甚至还去打了NCAA的高尔夫比赛 看他的生涯极简 会认为他是和Jordan Kobe 同一水准的球员 精准的三分 暴力的灌篮 飘逸的打法 全明星球员也无外乎如此 巅峰期的他 飞天遁地无所不能 既能冲进内线完成惊天灌篮 也能飘在外线命中关键三分 或许在某些时刻 他会突然犯病 让人十分头疼 但只要他手赶来了 谁也拦不住 他的单场10加3分命中次数 仅逊于浪花兄弟 排名历史第三 无愧神经刀之名 跌宕起伏的生涯 让JR从一个桀骜不驯的浑小子 成长为了铁骨铮铮的男儿 或许他永远不是一朵 流芳异彩的鲜花 但作为一片绿叶 他真真正正做到了 清其所有 JR不神经 天天全明星 但如果他真的不神经了 没准我们也还不太适应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